看来 吴祥没有杀人 为什么 因为一般人在受刑的时候 会受不了那种巨大的痛苦 所以都会讲真话 他就算说了假话 也会遭受同样的痛苦 一来 做不到免除痛苦的作用 二来 他就算是胡乱招供 也算是认罪 会根据他的招供定罪砍头 简直 他自己都招了 你不觉得吴祥的供词 驴唇不对马嘴 一看就是受不了酷刑 驱打成招 才胡乱招供的 如果是这样定罪的话 很有可能成为第二个龙子虚 杀妻错案 那如果判错案了之后 再来擦屁股的话 到时候就更加麻烦 你知府大人 陷阱破案的日子只有四天了 这主手的鸭子又飞了 这唯一的线索也断了 没有办法 我们只能听天由命了 我的天哪 真是老天要王我老宋啊 相公 快点 看看看 到了到了到了 就是这儿 就是这儿 千金古方专治不孕不遇 相公 听到没有啊 治不孕不遇的 这你都信啊 在我们那儿满大街都是 您可信其友 快点 小姐 我们去前面看看吧 好 出去 去吧 去 去吧 去去吧 来吧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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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不愈属于先天禀赋不足 发育不良 后天甚经亏虚所致 放屁 相公 原来你有毛病啊 什么呀 我是带我老婆来看病的 来 老婆你看病 你的不愈属于先天禀赋不足 发育不良 后天气血虚弱所致啊 那怎么办啊 还是那套词儿 我这里有祖传的祝孕汤 你只要服上一个疗程 即可有疗效 另外 你们夫妻刑房 不要错过几个关键的时间点 由我的祝孕汤调理 配合及时刑房 即可一击而中 相公 看来我当妈还是有希望的 有希望 有希望 谢谢大夫 真好 别让他跑了 别跑 刘爷 我这银子呢 我现在店里生意惨淡 实在是没有钱了 给您打个欠条行吗 少废话 老子要的是现银 拖欠了老子两个月的保护费 你还想打欠条啊 我告诉你 自打上一次孙柱子打了欠条以后 老子现在只收现银 孙柱子 听明白没有 是是是 刘彪 什么柱子 什么欠留 什么文银二十两 这好像是张欠条 你要是明天还还不上的话 老子就烧了你这个店